我今天在田里干农活,突然看见流水口这有一只鱼。 来看看这鱼有没有领盒饭,原来是活着的,我还以为它领盒饭了呢。 呀,这鱼也太会跑了吧。 不过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,这鱼可怎么办呀,得回去拿个桶把它给装起来。 桶已经拿来了,赶紧把鱼放进桶里去吧。 现在给鱼来点水吧,怕它会领盒饭。 呀,这小家伙还想跑呢? 刚刚我又发现了一些鱼虾,这些鱼虾都领盒饭了,应该是天气太热了导致它们领盒饭的,这也太可惜了。 哎,这些可怜的鱼虾就被活活的热死了,真的太可怜了。 你们看呢,刚才流水口又冲下来一只好大的奥龙呀,赶快把它给抓起来吧。 这奥龙的身体好黑呀,看来需要给它洗个澡了。 赶紧把奥龙给放进桶里去吧,来这个流水口看看,不知道这会不会有鱼虾之类的。 呀,这是个什么东西飘下来了呀? 这不是一只乌龟吗? 天呐,这水沟竟然有乌龟,这绝对是我今天意外的惊喜了吧。 赶紧把乌龟放进桶里面去吧。 这里有水葫芦,听说这个水葫芦可以净化水质,拿两个带回去试试吧,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再来这个田里看看吧,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收获。 咦,你们快看水里好像有一只奥龙呢。 哇,竟然是一只好大的小奥龙呀。 你们说刚才那个乌龟是怎么飘下来的,我还想上去看看有没有乌龟。 咦,岸边是什么东西呀? 哇,这不是一只乌龟吗?和刚才那只品种是一样的。 我知道了,它们两个应该是亲兄弟吧。 你们看看,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,运气是不是还不错? 还意外收获了乌龟,还有这个大鲨鱼。 今天的运气真不错呀,还是赶紧把它们带回家吧,不然太热了都得领盒饭。 这是什么品种的青蛙,大家认识吗? 大家早上好,好久没来看我的鱼缸了。 我的鱼缸的水怎么变得这么绿了呀? 先尝一口味道吧。 我的天呐,这个味道也太难喝了吧。 现在用上我的抽水机给鱼缸的脏水抽出来,今天打算给鱼缸换个水,不然乌龟都要领盒饭了。 鱼缸自动抽水中,现在就静静等待把水抽完吧。 你们知道这个抽水的原理吗? 半个小时总算过去了,鱼缸的水已经没多少了。 现在把乌龟们先抓进桶里去吧,等一下换水就比较方便。 这两个乌龟怎么养了那么久,还是没有长大多少呀? 这还有个巴西龟,这个巴西龟最可爱了,是我最喜欢的乌龟。 这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小乌龟,养了好久也没见它长大,角落里还有个大海螺。 看看,还有一只可爱的黄金小鲨鱼呢。 你们觉得它可不可爱? 我觉得挺可爱的。 现在用上抹布给它洗个七七四十九下巴,把鱼缸擦亮一点。 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清洗,鱼缸终于洗干净了,差不多可以放水下去了。 现在把我家的农夫山泉给放进鱼缸里去吧,乌龟喝了农夫山泉都会更健康一点。 接下来就是乌龟们的入缸仪式了,换了个干净的水,看都比较好看一点。 我想这样乌龟们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吧。 咦,盆栽上面那个黄黄的是什么东西呀? 大家认识吗?认识的话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 看起来有点像青蛙呀,可是青蛙是青色的它怎么是黄色的呀? 如果大家认识的话,打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 今天检查鱼缸的时候,突然发现墙上有个黑色的东西。 蛤? 这是什么东西呀?好像一只壁虎哦。 呀,这不是我昨天在野外捡回来的壁虎吗?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?难道这家伙是想逃走了吗? 蛤?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,你们有人知道吗? 嗯? 再来看看其他的成员吧。 咦? 我的小乌龟怎么飘在水面上了呀? 嗯? 呀,这是怎么了?该不会是领盒饭了吧? 蛤?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领盒饭了,那就只好先把它送回故乡了。 提上桶去收一下我昨天放的地龙吧。 现在已经看到我的地龙了,加速给它收上来吧。 不知道这地龙里会不会有很多的收获呢? 这个地龙放了三四天了,不知道今天的收获怎么样,现在把地龙的收获给全部倒出来吧。 我的妈呀,怎么收获了一只那么大的乌龟呀,这地龙的收获也是没谁了吧? 这乌龟比我手还要大呢,这应该很值钱吧。 还有两个奥龙呢? 还有一些小鱼小家,收获挺不错的哈,还有一个大海螺呢? 大家看看吧,这就是今天地龙的收获了哦,还不错吧,还是赶紧把它们给带回家养起来吧。 现在已经到家了,先给它们分类一下吧,就把这个大乌龟放进这个鱼缸养着吧。 还有两个奥龙也放进去给乌龟做伴吧。 还有一些虾米和爬地虎鱼都放进鱼缸里去吧。 为了大乌龟没有朋友,我决定把这个小乌龟放进鱼缸里去给大乌龟做伴,希望它们能成为好朋友,千万不要打架哦。 早上起来检查鱼缸的时候,突然看见我的鱼缸的鱼怎么全部飘在水面了。 赶紧拿钞网把它们捞起来,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吧。 我的天呐,一下子就领盒饭那么多鱼,难道是我的养鱼技术出问题了吗? 先不管了把它们送回老家吧。 还有一些小鱼都领盒饭了,真的是太可惜了,那就只好先送它们回家了。 拿上超网盒饭盆,出去抓点鱼回来养吧。 听村里人说这里经常会有甲鱼出没。 是什么东西,游下去了呀,赶紧把它给抓起来。 啊,这不是一只甲鱼吗?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只甲鱼呢?难道村里的人没有骗我吗? 现在来这里捞一捞,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捞到甲鱼吧。 现在来看看这一往的收获怎么样吧。 哇,竟然真的被我捞到了一只甲鱼。 看看还捞到了一只黄金小鲨鱼呢。 我的天呐,今天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呀? 赶快把它们两个放进盆里去吧。 靠,这个大乌龟还想逃走呢? 现在来捞第二网,希望第二网的收获比第一网的收获还要多哦。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 哇,这是一只乌龟,这乌龟还在吃鱼呢,你们仔细看。 可是这个乌龟的品种我不认识。 你们大家认识这个乌龟吗? 先不管了,先把它放进饭盆里去吧。 你们看看这一网还有一些小鱼儿呢? 还有奥龙,这运气真的太好了。 呀,这鱼还挺会跳的哦。 这鱼应该叫跳跳鱼吧。 现在来捞最后一网准备回家了,因为外面要下大雨了。 来看看这一网的收获吧,我看到有一只鱼和一只小奥龙哦,可是这个小奥龙的颜色怎么是白色,这也太奇怪了吧。 大家看看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哦,还不错吧,抓到很多甲鱼,现在把它们带回家,现在已经到家了,把它们都放进鱼缸里去吧。 鱼缸换了干净的水都好看了许多了,希望我的宝贝们能快快地长大哦。 鑦 鑫 鑾